每次我们做Q&A的时候 都有如雪片般飞来的一些问题 这个想了解那个想知道 大家都对泰国的信仰充满着好奇 所以我们继续要再做Q&A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泰国圣物法宝的一些相关的尝试 知识也可以 小邦说 想问说泰国的佛牌法宝 为何要加骨头之类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 通常会想到加骨头让你有什么感觉 会想到就是一些人体的东西 阴的 阴的就会让你产生 有点畏惧会怕 所以大家会对这方面特别的有兴趣 其实这是古时候泰国流传下来的习俗 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说 古时候的和尚如果在富有的人家里脱波的话 他会得到一些像是黄金啊珠宝就会把这些黄金珠宝打碎做成佛牌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分享到这一个富贵人家的佛器 但是有人说古时候人民会向家里有钱的人借钱或珠宝 而有钱的人也会慷慨一些 有些人因而翻身 开始借庙啊池塘之类的 帮助更多人 那如果有人向你借钱的话 你会怎么 你会借吗 如果是用在有意义的地方我会借 像是帮助他度过困难难关 对啊 如果跟你借钱要去买精品的话呢 当然就不会借了 好就是这种道理这种意思 一直到近代辗转成为就是习惯会使用高僧啊 或是德高望重的人们的骨灰来制作成法宝 分享这些受敬仰者的福气福报 不过呢 这些都是有经过相关单位和家属的同意哦 嗯 原来是这样 嗯 其实在藏传佛教也有类似的圣物很多啦 但师姐其实也不是藏传佛教的专家 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大家都知道很多东西都可以导电 像是金属液体等等 那导电的快或慢多或少 要看所谓的电阻 就是这种概念 那么假设灵体是一种能量的话 什么东西是会能够让它发挥到最大的力量呢 那一说法便是人体的部位对不对 嗯 对 因为就是肉体嘛 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电阻啊 所以啦 下次如果有听到加鼓料 就也别太惊讶 这是别人留下来的善良习俗 那些前辈想分享夫妻的美意不是不好的事哦 那些人留下来的善良习俗 再来的善良习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